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去了图书馆 嗯 什么味道 酸酸的 像发酵的豆汁 旁边有人小声说 明镜闻了闻自己 脸立刻红了 明镜带着礼物去参加小美的生日聚会 蛋糕摆上桌了 小朋友们都围了过来 大家一起唱完了生日歌 吹灭了蜡烛 就等着分蛋糕 突然小美妈妈一声尖叫 哎呀 大家等一等 客厅里有股死老鼠的味道 她这里闻闻 那里秀秀 四处搜寻起来 明镜紧张地直搓手 明镜跟爸爸去看足球赛 比赛结束后 明镜和队员们一起合影 队长搂着明镜问 小伙子 你身上的味道跟我们一样 也喜欢踢球吧 呃 呃呵呵 明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明镜已经三个星期没洗澡了 可爸爸妈妈一点都没有生气 照常带明镜去听音乐会 到了剧场 明镜刚找到座位坐了下来 前排的一位女士就小声地抱怨了起来 哎呀 音乐天里的味道 呛得我头昏脑胀的 说完 她就起来离开了剧场 坐在明镜附近的观众 有的用手捂住了鼻子 有的皱着眉头听音乐 明镜在椅子上扭来扭去 好像有无数的小针扎着她的屁屁 难受极了 学校组织的同学 参加农业嘉年华 明镜对科技农业很感兴趣 一大早就跟同学和老师 坐大巴车出发了 当上车没多久 就闻到了一股难闻的味道 老师 我恶心 我想住 突然一个同学说道 老师 我们也恶心 想住 好几个同学也说道 老师捂着鼻子说 同学们 再忍忍 马上就要到了 终于下车了 同学们 你中我抢的跑下车呕吐了起来 明镜慌慌张张的跑开了 明镜跑到畜牧场里 一群雪白的绵羊围了过来 闻了闻走开了 一群小牛走了过来 闻了闻明镜也走开了 一群小脏猪走了过来 他们闻了闻明镜 欢快地围着它 拱啊拱啊 蹭啊蹭啊 明镜可不喜欢它们 快走开 皱哄哄的 哼 因为你和我们一样 都是这个位才亲近你呀 一头小黑猪说 哥哥 欢迎加入我们猪友圈 另一头小花猪热情地说 呃 我不要做猪的朋友 明镜大喊着醒来 明镜啊 做噩梦了吗 快起床了 今天呢 你要去农业嘉年华参观呢 妈妈推进门来说道 妈妈 我要先洗个澡 明镜大声说道 爸爸妈妈会心地笑了 从此以后 明镜喜欢上了洗澡 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好了 小朋友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 想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关注格子酱讲会一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